好 嬌生开始试验打加强针了 嬌生原来打一剂 所以他加强针是打第二剂 那么早前临床实验 还有中期数据已经出来了 如果嬌生追加第二剂 抗体立刻提高九倍 那么根据CDC判断 嬌生加强剂呢 将来的安全跟必要性 要等他完整的试验结果出炉 国际间对施打加强剂 像是美国国内就没有达成共事 先前美国CDC公布 疫苗对Delta病毒的保护力 已经出现下降的趋势 政府宣布已经完整接种 辉瑞和莫德纳的美国人 需要再打第三针 那么各家药厂都陆续提交了 加强剂的正式授权申请 不过今天报道显示 美国民众其实抗拒接种的人非常多 在纽约州宣布了教职人员 要全面打疫苗之后 那么礼拜三立刻爆发了 万人到纽约街头抗疫 他们认为自由是自己的 还有2000多名医师的联盟 他们跟漫威合作 免费的送出2万多本漫画 那么希望家长一定要带孩童去注射 我们一起来了解 现在在美国关于疫苗施打的最新消息 仅需施打一剂的美国交生疫苗带来了好消息 交生的两项早期临床实验的中期数据显示 在接种单剂后 最佳第二剂的疫苗抗体能够提升 这次受试者的年龄范围是18到25岁 也针对65岁以上的人 施打剂量较低的加强针 完整报告将会在几周内出来 美国的确诊数持续攀升 首席医疗顾问佛西就表示 全民尽快接种疫苗将有助控制疫情 但目前针对加强针的施打与否 科学家还未达到共识 美国政府已宣布 施打辉瑞和莫德纳疫苗的美国民众 需要在打完第二剂的六到八个月后 施打加强针 各家药厂也都陆续提交了加强针的药证申请 预计在九月中可以获得授权 不过因为交生使用的腺病毒载体 和辉瑞和莫德纳的核糖核酸技术不同 交生的这项宣布将有助于 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判断 接种第二针的必要性与安全性 而在辉瑞正式取得官方核准后 许多企业开始强制员工接种疫苗 像是美国联合航空 高盛集团 摩根史丹利等 现在达美航空甚至规定 为施打疫苗的员工 每月需要多支付公司200美元的医疗保险费用 以负担没有打疫苗而住院 平均高达5万美元 将近140万新台币的治疗费用 为了因应九月开学 纽约州针对教职员寄出了疫苗强制令 但看在周世自由的美国民众眼里 这完全不可以接受 纽约街头25日涌入了14万8千位民众 因为如果不在9月27日前施打至少一剂疫苗 恐怕将面临失业 有抗议民众表示 尽管辉瑞获得了授权 但是FDA也会判断错误 怎么知道这次不会出错 一位背着婴儿抗议的妇女 甚至拿着麦克风高喊自己将退出教师工会 她完全不相信政府那套 打疫苗是为了健康的说辞 同一时间在美国密西根州奥克兰县 许多家长也站上街头 反对自己的孩子必须要戴口罩 才能上学的规定 当地新冠疫情恶化 孩童的住院率提高 因此紧急发布了全县教育机构的口罩令 为了提高孩童及家长接种疫苗的信心 纽约透过漫画来宣导施打疫苗的必要性 一个由2500名医生组成的组织与纽约政府漫威合作 免费发放200万本漫画 希望借由趣味的宣传方式可以提高疫苗施打率 及时将孩子们安全送回学校 全球的疫情到去年为止都是为了保护年老及免疫力低下的民众 但今年因为Delta变种病毒肆虐 孩童的确诊重症率提高 尽管全民以逐渐习惯勤洗手 确实消毒的基本概念 但仍需要戴口罩 接种疫苗 保持通风环境三管齐下 才能有效围堵疫情 PVBS新闻综合报导